启动表单之后 那这边假设我今天玩具 然后五个 按这个 这个然后 小记 确定之后的话呢 就会帮我新增一笔资料 新增这一笔资料呢 如果我要把新增到资料库的话 那这边的话就是按下这个按钮 那按下这个按钮 我是建议各位还是要设中断点 因为你程式打完 很难啊 除非说你真的是太厉害了 一次就可以 正确 几率太低了 所以然后尽量还是设中断点 那设中断点的位置 你可以去很量 如果你哪个部分的应该都OK 你就是自己在 再往下 可能刚开始可以设中断点是高一点 设前面一点 然后呢 慢慢的话呢 再慢慢去调整 那按新增这一笔要放在资料库里面 那前提按新增资料库 刚刚早上有讲过 那我在这边有多了一个Messagebox 其实 其实最容易出错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说 Excue的地方 我要Excue这个Sequel的时候 其实要一次正确非常不容易 所以我的习惯是前面可以先加一个Messagebox 把什么 把这个Sequel的语法 先秀出来 看一下有没有错误 因为呢如果有一点点错误 你在Excue 等于是说 Excue的意思是执行这个Sequel语法 的时候 他就会产生错误 所以 通常同学都错在这里 那其他当然这个地方要改 有没有这个我想我讲很多了 就是我的资料库的名称 对不对 然后再来就是我Insert into 原来是这个 什么姓名姓别这个是保险的 那我把它改成问题 对然后里面的话有这几个栏位 然后名称的话呢 当我是从Excel里面复制贴上 有时候会比较简单 比较不容易错 就是在那个我的Excel上面不是两位名称 把它贴上再加上豆点就OK了 然后那把空白去掉 那再来就是 编号部分有那个什么呢 编号部分是有 是文字 品名也是文字 这个是数字数字数字 数字然后这个是文字 所以呢在 A的地方 一定前后有没有 就要加单引号 然后B的部分也要加单引号 这是B的单引号 记得就是 这个位置可能要揣摩一下 你熟悉之后你就知道它应该放在哪个位置 在那个 等于在双引号的外面 所以你记得就是在 这个文字的话一定要 那数字不用 这个也是文字 有没有在 刚好在双引号的 前双引号的 前面 后双引号的 后面就这样子 你大概要记一下 如果是文字形态的话 一定要加单引号 如果你没有加单引号 很抱歉 写进去会错误 好 那最后的话要把这个 C口秀出来 那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这边是一个中断点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或者是按下 Ctrl G 其实就叫出什么 叫出那个 Ctrl G 是叫出那个什么 即时运算式窗 或者是你记 到这边 这边也有了 Ctrl G 那你可以怎么样 把 C口